韓國議員 韓國議員 市長你好 我想關於這個英國脫歐的事情 前面幾個我們重要的可能會有一些協議的那些改變跟未來的一些 可能的正面或負面的影響 那相關的幾位我們的同仁也都已經有說明了 所以我在這邊我就盡量不要再重複 但是我想可能外交部在內部尤其在歐洲的部分 我們自己人員的編制 自己做相關工作上面 因應這樣子的看法 因為我們尤其在很多本來是可以整體都是跟歐盟一起談的 所以我們的人員的編制 資源的編制 這個我們相關的這些駐外的單位的人員 包括資源的編制 大概本來有蠻多會放在就是針對歐盟 尤其在經貿的這個合作方面 那未來這些相關的編制要怎麼樣有什麼樣的調整 包括如果我們要開啟跟英國單邊的這個談判的話 我們要有怎麼樣的人員才夠 這個可能也要做一些前期的這個規劃 對 也許不會這麼快突然就 但是我們現在就有足夠的人力才可以因應我們接著要做的事情 那我在這邊要特別提一件 就是剛才可能幾位委員還沒有講到的 就是英國在歐盟裡面 它其實是對中國最友善的國家 那我相信在過去這段期間也有蠻多的 即便在這個公投之前就有很多人在談這件事 所以 甚至於英國跟中國 他們在現在都還在媒體上面被號稱為黃金年代 那這個英國被中國當成是進入歐盟的一個窗口 可是接著英國脫歐以後 我想請教一下這個次長 你認為接著的走法會是說 因為英國沒辦法再扮演中國進入歐洲的這個歐盟的這個窗口 因此他們兩邊的這個戰略關係下降 還是說反而因為這個 英國它本身沒有了歐盟的框架的束縛 它就更加強化跟中國的關係 那也許跟台灣之間就有了更多的限制 您認為會是哪一種 我先講一下 剛才其實提到 其實英國未來跟歐盟的關係並不是那麼清楚 尤其如果說中國是以英國為跳板 要參與歐盟 基本上經濟是佔比較多成分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 我們如果在處理歐盟問題的時候 歐盟本身最重要的兩個國家 我們常常講叫做德法的雙頭馬車 所以在政治上 德國跟法國是比較重要的 那透過英國做一個跳板 就是基本上英國跟歐盟的經濟關係 就是像英國有50% 它的整個經濟是跟歐盟結在一起的 那我剛才提到就是說 跟歐盟的關係因為不是那麼清楚 這個拖還要再討論 而且它的架構非常多 所以在未來我覺得現在還很難看到 英國跟中國之間的關係的一個改變 那我是基本上會認為就是說 其實在現在全球化的一個方向之下 其實更多的合作都是大家所期待跟願意的 那所以我在這邊要提醒的 就是我們做了很多的相關的可能會有的發展的研究 那以現在幾份報告看起來 它並沒有去提到中國因素 那對台灣的外交來講 中國因素其實是常常在背後 扮演著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們跟英國的關係會怎麼改變 我們跟歐盟之間的關係會怎麼改變 我希望外交部的同仁 還有相關局處的同仁 在做報告的時候要把這個連動性 這個討論進去 那還有就會是 就是英國跟我們的關係 背後會不會因為它跟歐盟之間越來越遠 那結果中國要加強 結果反而去壓縮到我們跟英國的關係 這個可能要去看接著的動態的變化 另外一方面可能也要去稍微看一下 在歐盟裡面我想在這邊也是要請教次長 在歐盟裡面除了英國以外 本來比較跟中國友好的國家是哪幾個 其實報告委員 我們很難去講說誰最友好 我們只能講如果說 其實有一個說人權的話 我們就知道北歐是跟我們比較友好的 但是所有國家現在都因為中國的崛起 會因為經濟因素當然都要積極跟中國合作 我們也樂於看到像這樣的一個發展 但是就純從經濟因素來講說誰真的那麼好 這個我覺得我們還是避免做 那英國跟中國的關友好 其實除了經濟因素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香港因素在那邊 所以這個是對英國來講 是他非常看重這個香港 所以我是覺得說在歐洲大陸 其實我們可以講說 像德國跟法國也跟英國有蠻不錯的關係 可是德國梅克也曾經接見過達爾拉媽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意思 這不能用黑白這樣來說 所以我覺得我比較難以回答說 歐洲大陸上哪一個國家 是跟中國是最好的 我會這樣子提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中國他希望能夠進入歐盟市場 而本來的他的跳板是英國的話 那他接著當英國脫離了以後 他下一個希望他能夠加深關係 未來成為他進入歐盟的國家可能是哪一個 而那一個國家如果我們能夠先做一些研究 還有了解他跟台灣之間的關係 如果因為這樣子的發展 那對於我們跟那個國家之間的關係 也會發生問題 我們當然會希望說包括中國包括台灣 包括歐盟所有的國家還有英國在內 大家能夠促進合作 那增加國際的交流 那也強化台灣跟所有國際之間的關係 但是往往發展的結果到後來 背後會有一些不一樣的因素 那如果中國現在他的target 是跟台灣其實有一些不錯的合作來往的國家的話 我想這個我們要先做一些準備 我們要提早做一些準備 那避免我們都是只是在背後 就是被影響的 我們如果可以前期先了解的話 我建議在這個報告 因為現在看到報告 我當然可以了解現在我們才剛發生而已 我們沒有辦法這個神預測 但是在做任何相關的模擬的時候 把中國因素放進去 那因為中國因素往往會影響到台灣 那這個部分是我比較關心的 所以在這邊我想大部分大家 該提的都提到 那接著未來我也希望就是說 外交部即便我們沒有在安排相關的 這個尋答的時候 我剛剛提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也可以準備一個報告給我們 那我們可以協助外交部 那做這個部分的這個 應該說不斷更新的這個 接著連動的可能的變化 好 謝謝次長 謝謝 謝謝委員